醫生最會欺騙 很多老師說醫生最會欺騙 因為你的指最好都是一公分 絕對量不到這裡 絕對不可能量到這個 給你翻大鏡也量不到 所以描述 測量的結果跟取概數是同一個概念 請問老師,你覺得答案是他還是他? 修練,你會看下一位嗎? 我會選三位 對,為什麼? 因為他比較準 如果到公里的,你會看下一位 那都跟眼力有關喔 那是有問題的喔 我最害怕是說,老師起該出的結果跟什麼有關? 跟眼力 眼力看得到下一位就多起一位,看不到就怎麼樣 就算了,那個數學不會有這回事 那我現在告訴老師,這個是錯的,這個是對的 知道為什麼 但是以前的立畫會多看一位 為什麼你會多看一位? 因為以前的工具要準確 要花很多錢 就是要多看一位,那個工具會變得貴很多 所以他就發明,它好像有效數字 那你可以多看一位 但是現在工具已經沒有那麼嚴重了 老師可以告訴我為什麼這是錯的 我來跟老師看一看 因為這把尺的刻度只有到公分 請問老師 11點7點8你是用猜的還是兩個? 是用猜的吧 是用猜的吧 有沒有可能早上猜07下午猜08 對不對? 那你會變成我不知道你實際的 長到底是多少 但是如果我講11或我講12是自己另分 我講12就代表說 我是以一公分為當分在一起根數吧 對啊 這把尺最小的刻度是公分 答案就會寫到什麼? 公分不可以多寫一位 有沒有聽懂? 因為你點7點8是猜的嘛 對不對? 但是呢 老師要記得 看到這個數字的人 是看不到那個圖的吧 你這兩個是不用猜的 就會變成我不知道你實際的長度是多少 也就是說你四十五來講 你猜這個範圍在11點6到75之間 這在11點75到85之間 這兩個你現在用猜的 我不知道實際的長 但是這個就不準 對 所以最小車輛單位是公分 你只能寫到公分 不可以多寫一位 有沒有聽懂? 如果有沒有問題的話 我如果寫12跟12點0 這兩種寫法答案意不一樣 意義不一樣 我寫12公分 代表我最小車輛單位是1公分 我寫12點0公分 代表我最小車輛單位是0點1公分 它的誤差幅比較小 最好是記得 這個0不可以亂寫 如果0不可以亂寫 OK嗎? 如果不可以亂寫的話 那我現在請問老師這一組 圓周率3.14 平常我們要寫成左邊還寫成右邊 正確應該是右邊 好,那我再問老師 就是如果說 如果說我現在半徑是5公分 直徑是不是10公分 那請問答案哪一個比較合理的圓周長 多寫了一個 你覺得2比較合理還是3 如果老師記得 中文文化的問題 如果你把3點1次看成是蓋數 那那個0重不重要? 重要吧? 所以應該要寫這個 但是呢 我們平常在計算3點1次的時候 你要把3點1次看成精確數比較好 還是蓋數比較好? 國小人家看成什麼? 精確數吧 看成精確數的時候 這兩個叫做本質小數吧 所以你寫這個也可以 寫這個也可以 蓋數可不可以亂寫? 修理可不可以亂寫? 不行嗎? 那你覺得國小看成精確數還是蓋數? 對嘛 也就是說 3點1次對元周率來講是蓋數 那是國小當你去求周長多命機的時候 最好是把3點1次看成精確數 免得會牽扯到那個有效數字的問題 請問有沒有聽懂? 老師 那個答案要寫大約是 我沒有意見啦 反正課本要怎麼寫就怎麼寫 因為那個答案 因為3點1次對元周率來講本來就是蓋數嘛 你寫大約我沒有意見 我比較有意見就是說 你在算的時候把3點1次要跟人精確數還是蓋數 如果你要管有效數字就是蓋數 我腳要碰嗎? 不要嘛 所以就是說 對元周率來講3點1次是蓋數 但是計算的時候把它看成精確數 有人說看成蓋數才有素養 我按學生就完了 對不對 這算3點答案 沒有1 1不對啦 這兩個 如果說你把它看成精確數兩個都對 因為這兩個一樣大 就是等值分數的概念嘛 只是我們習慣把這個基層塌吧 為什麼1、5多耶? 那兩個多寫一次嘛 沒有啊 這是等於比方 1跟2我沒意見啦 你高興就好了 我再講一次 如果你的元周常識跟實際來比就寫大約嘛 但是你如果是計算結果就寫等候 那我沒有意見 可是3是絕對錯 3喔 3我應該有兩個 我若寫了一個 3喔 我再講一次 我再講一次 我寫3 如果你老再講的是有效數字 那個0是不可以3的 但是如果你把它當成精確數 這兩個叫等值小數 你隨便這麼幾都可以 所以我相信老師應該是 希望把3點一次計算的時候 看成精確數還是該數 因為你自己找麻煩 這樣子的概念有了 封書你OK了嗎? 中文的問題 沒有問題了喔 最後來看另外一個中文的概念 誤差 我現在呢 告訴你 我要 拆這3個水果哪一個 最準 蘋果實際重50公斤 我拆它55 誤差5 橘子30公斤 我拆它24 欸24 這個應該26 誤差4公斤 草莓 我拆它17 誤差3公斤 這也是26 請問老師我拆哪一個最準 蘋果 我拆哪一個水果最準 蘋果 草莓 還是蘋果 還是蘋果 蘋果 其實我看很多老師說這個題目答案都是草莓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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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他認為 誤差小的就 比較準 那個觀念是 錯的 那我再出一題 修理一下可以出這一題 實際重100公斤 我猜它98公斤 誤差2公斤 實際2公斤 我猜它1公斤 誤差1公斤 我猜哪個比較準 上面還是下面 上面比較準 為什麼 相對誤差 相對誤差 你的誤差 要跟實際值去比較 所以我們說 拆蘋果的誤差是2% 拆計的誤差是50% 剛才我們講到誤差1給最大就是什麼 比較來講它的相對誤差最小 這個例子就解決了 還好啦 看起來老師都很厲害 沒有人格分歷 兩個字的答案都一樣 這樣OK了齁 再來 這個相對誤差應該懂了齁 再來 這個相對誤差應該懂了齁 我用一個1,100公斤長的提捲尺 去量以1公分為最好的車廂篩位 然後呢 我量宿舊課本的周廂 量超廂的周廂 量誰比較準 超廂 他一樣準的 勾不力我算了 其實這個題目三個答案都可以 一樣準我們算為絕對誤差 你用的工具是這個 如果你用屍首無法來講 他們的誤差最多都是正負0.5公分 有沒有聽懂 誤差都是正負0.5公分嗎 所以就絕對誤差 就是工具一樣就一樣準 那另外一個 有人說數學課本的周廂 剛剛比較準 為什麼 超廂的周廂比較準的 就是剛才我講的相對誤差 因為他們量宿的最大的誤差 是正負0.5公分 但是超廂比較長 所以看起來相對誤差 比較小 但是很多人說 量課本比較準 為什麼 我們的課本從來沒有交相對誤差 也沒有交絕對誤差 國小課本有沒有一種題目 比如說 阿里山用什麼單位來量比較準 公分公立公尺 有幾題目 他在考什麼概念 譬如我說 教室的桌子用什麼單位來量比較準 公分 公分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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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分 對 他在考什麼概念 跟你說數學課本周廂比較準是一樣的 他在考選擇比較恰當的單位 就是說 梁副節課本的周長用公分為單位比較恰當 梁超長的周長用公分不恰當 用什麼比較恰當 公次 為什麼 現在我講的三個概念 第一個叫做絕對誤差跟工具有關 相對誤差就是誤差跟實際值的比 第三個就是用什麼單位比較恰當 學生用每次考中什麼都穩當 就兩個不會錯 爸爸的身高用什麼來量比較恰當 他都會 爸爸的體重也會其他都不會 因為這兩個是他經常使用手還是真的厲害 經常使用 這三個當然都合理 如果你的重點是工具一樣 誤差都是正負0.5 那量什麼都一樣 因為同一把尺 如果你的答案是量 這個比較準 你老在想的是相對誤差 因為它的誤差是正負0.5 它比較大 那如果你選擇這個 你的答案是 選擇恰當的單位 也就是說課本的週差大概幾十公分嘛 要不只一百多公分 用公分比較恰當 但是呢 超常的週差用公分叫不恰當 用三萬公分四萬公分不恰當 什麼叫做恰當的單位 是什麼意思 我記得我們在講兩里十個跟老師們報告過了 我們有一個單位叫做常用單位有沒有 常用單位西方是三位一別 所以如果我們現在以公司為單位 好 十幾個公司或二十幾公司 要不要發明一個單位叫十公司 就說二十幾公司不就好了 好 三百多公司要不要發明一個單位叫百公司 因為西方人他三位一別 所以他超過一千公司 才需要發明一個新的單位 有沒有聽懂 那數學課本的週差 了解一百多嘛 所以他用什麼來量就可以了 共分 而他三萬多是超過了 所以用公分來量那個單位數太多 用公司是三百或四百比較恰當 也就是說 只要是一千以內的 譬如說 只要這個答案在以公分為單位 一千公分以內的都會恰當 有沒有聽懂 超過一千我才需要換一個 新的單位 這樣懂嗎 好 那講到這邊老師們再看一下 三個答案都對 有沒有問題 絕對誤差 基本上就是工具一樣就一樣 超短準的 老代相對就是秀瑤講的是什麼 相對誤差 不恰當 那這兩個概念呢 課本都沒有交 所以老師要處理一下 這兩個概念課本都沒有處理 就是誤差跟這個 好 那到這邊 對鈣素老師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要問 我的 鈣素比較簡單 好 來 請說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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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以內有多過一百 這四個老師您覺得他像專用的名詞還是一般的名詞 以上以下超過未滿 老師們是把他看作專用的名詞還是一般的名詞 這四個名詞 我先告訴各位他出處了 民國六四年那一套課本是有叫十方圖的 十方圖 他需要去區分什麼 譬如說 0到 譬如說10到20 他要有什麼 一邊有等號一邊沒有等號 所以他會這個 像國小怎麼談這個 像國小沒有吃方圖所以國小不談 國中怎麼談 有國中有吃方圖國中有談這個 那實際上國中 譬如說 他國中有一個約定 譬如說 20以上或20以下 下面都會有個括號 包含20 就這樣子 以上以下 就有名詞 各位我先看一下 六法全說什麼 以上 20以上是包含 20 但是我到現在還不相信 以上應該沒有 用國語來解釋 但是實際上是包含20 所以國中 當你寫20以上 他後面會括號接什麼 包含20 就是怕 亂混 那國小 會不會用到這個 還有一個 100以內 包括一百 你類似乎不知道 你類似乎不知道 你應該也是 包括一百 包括一百 以上以下 你們會講包含 譬如說要學 一千以內的 你們會學到 包含一千 那中間呢 那個是國語國觀念 那你自己去定義 觸節不會管那麼多啦 那很簡單 就是後面有個括號講清楚 譬如說 爸爸每三天出差 每三天回家一次 是禮拜一出差下一次 是禮拜三還是禮拜四 禮拜一算 就是每三天回家一次嘛 那禮拜一出差 禮拜九回家 禮拜三還是禮拜四 所以這很簡單 每三天回家一次 後面 如果我出題後面括號 禮拜一出差 禮拜四回家 就是每三天中間 隔三天嘛 就舉例 就講清楚啊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對概述 這個國中方法最好嘛 在後面就給你寫什麼 他就包含二字嘛 因為他可能跟我一樣 以上我都認為是沒有二字 因為我覺得以善應該要包含啊 那就包含嘛 六十分以上要講 不過算幾個 六十分以 我沒有意見啦 反正我就告訴你 你就 舉例說明嘛 就 就好像說你要把以善看成 專用名詞還是一般名詞 一般名詞 講不清楚就 舉例說明嘛 這樣可以吧 這是我的 我 我 我 都